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3年3月13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称子 大家早安 我是王峰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进入到两会特别报道 13号上午9时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地谋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闭幕会后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另一方面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2号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继续进行选举程序 经投票表决 决定丁薛祥 何立峰 张国卿 刘国忠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李尚福 王小红 吴正龙 慎怡琴 秦刚为国务委员 吴正龙兼任国务院秘书长 同时也确定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人选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任命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 出席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 进行本次大会的最后一次选举程序 投票决定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名的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国务院秘书长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央行行长 审计长等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 习近平等领导人在主席台投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946名与会代表用时15分钟完成表决票投票 经过计票 丁薛祥以2944票赞成 两票弃权 何立峰以2943票赞成 三票反对 张国清 刘国中非别以2946票赞成 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任选李尚福 王小红非别以2946票赞成 吴正龙以2945票赞成 一票反对 慎怡琴以2943票赞成 一票反对 两票弃权 秦刚以2944票赞成 两票反对 获得通过 同时大会投票表决决定 吴正龙出任国务院秘书长 秦刚任外交部部长 李尚福为国防部部长 三人军货全票通过 郑山杰 吕欣国家发改委主任 怀近鹏任教育部部长 王志刚任重新组建的科技部部长 金壮龙任工信部部长 潘岳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王小红任公安部部长 陈欣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贺荣出任司法部部长 刘坤任财政部部长 王小平为人设部部长 王广华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黄润秋出任生态环境部部长 霓虹为住建部部长 李小鹏为交通部部长 李国英为水利部部长 唐仁建为农业农村部部长 王文韬任商务部部长 胡和平任文旅部部长 马小伟继续担任国家卫健委主任 裴金家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王祥喜为应急管理部部长 易刚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侯凯为审计署审计长 根据宪法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做出任命 之后 表决除3月5号已经表决确定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之外的另外8个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 民族委员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 华侨委员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 完成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 完成各项投票表决议程之后进行宪法宣誓仪式 首先 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何立峰 张国卿 刘国忠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 国务委员李尚福 王小红 慎怡琴 秦刚进行集体宣誓 我宣誓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定职责 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克敬职守 连结奉公 克敬职守 连结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宣誓人 和立方冠 经过三次全体会议进行选举程序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完成了所有的选举程序 完成幻届 将在十三号上午举行闭幕会 闭幕会上除了表决 政府工作报告 预算报告等报告的决定决议之外 连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发表讲话 预计讲话将会涉及到 经济社会发展 国防外交的方方面面 结束了闭幕会之后 新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会出席中外记者会 凤凰卫视 霍伟伟 何伟韵 叶博健 刘家浩 北京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十二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九次会议 主席团第九次会议 由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主持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 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个决议草案 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 建议将各项决议草案 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会议经分别表决 决定将上述决议草案 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七次会议 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刘俊成做的 大会秘书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 六个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这六个决议草案表决稿 会议同意将上述决议草案表决稿 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审议 防卫室综合报道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主席会议 12号上午在北京举行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成草案和日程 决定3月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 十四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和有关人事事项草案等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政协 全国委员会2023年工作要点 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政协 十四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王沪宁表示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选举组成主席会议 成立新一届政协领导班子 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也是全体委员的信任 主席会议成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在为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过程中 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聚焦中心工作 履职尽责 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的政协工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 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12号下午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12号下午在北京开幕 会议审议通过了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议程 听取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关于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名单草案的说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 沈月月 总观李家超12号晚上抵达北京将会列席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会 李家超在晚上七点多抵达北京的下榻酒店 下车之后对记者挥手示意 但是没有回答提问 李家超13号将会列席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 在闭幕会之后 将会在北京逗留一个星期左右 带领香港的八位局长 拜会不同中央部委和机构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进入最后一天议程 今天将会有哪些议程安排 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 来了解一下 嘉欣你好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今天会有哪些重要议程呢 好的主播 全国两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 到昨天为止呢 新一届的国务院组成人员 已经是全部亮相 李强任国务院总理 丁薛祥 何立峰 张国清 刘国忠为国务院副总理 李尚福 王小红 吴正龙 慎怡琴 秦刚五人任国务委员 那在新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当中呢 国防部和国家发改委一把手 都发生了变动 中央军委委员陆军上将李尚福 是屡心了国防部长 安徽省委书记郑山杰屡心发改委主任 那再来看今天的两会看点啊 一个就是人大闭幕 另外一个是总理记者会 在上午九点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举行闭幕会 会上将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年度计划 年度预算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两高报告的六个决议草案 以及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草案 那到时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将会发表讲话 在人大闭幕后的十点半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的金色大厅 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那中国在今年是定下了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在李强的任内呢 如何实现经济稳增长 这也是外界最为关注的 另外他将如何领导新一届政府部门 推动高质量发展 又将推出哪一些施政方针 而在宏观政策上又将如何发力呢 在民生领域会定下哪些更具体的目标 这一些都是外界观察的重点 那我们今天也会在北京 持续带大家关注两会的最新消息 时间交给香港主播 好的 谢谢嘉欣的最新介绍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将会在今天上午的九点 在人民大普堂举行闭幕会 那先问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为大家点击分析 人生早安 两位早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迎来最后一天的会期 您对于这一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有哪些观察 从三月五号开始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历时是八点半 今天上午九点钟就会举行 第六次的会议 也就是闭幕会 那么在这个会上 我也知道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赵乐际 以及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发表重要的讲话 那么这八天半的议程 一共有九大议程 已经全部或者即将完成 特别是今年的全国人大的会议 也是一次换句的会议 另外还是国家 就是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一次会议 因此这两个重要的事项 也是中外都非常的关注 我们也看到的各项人选 已经是完成了 另外就是国家 这个机构的改革的方案 也已经通过 又成立了一些新的部委 或者是重新组建了一些新的部委 所有的这些议程 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 最大的一个亮点 恐怕就是新当选的 国院总理李强将在会后 立即就会会见中外记者 这也是他首次 在担任国院总理之后 直面中外记者 那么我相信大家 对李强本人 他的风采 他的一些想法也会有关注 那么究竟他会回答 记者的哪些问题 有哪些新的想法 那么他的这个个人的风采 到底是怎么样 那都是今天关注的一个焦点 至于说习近平主席的 这个重要讲话 我相信时间不会太长 因为他是这个再次当选 国家主席之后 那么在全国人大 也是这八天半以来 首次是在大会上来发表讲话 大概应该是有三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强调 一个是鼓劲 当然还有提出要求 所谓强调呢 就是要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 在党的领导之下 那么全国人大 全国人民 全党全军 都要落实 中共十二大 中国二十大这个 这个报告的精神 同时呢 要努力的完成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的高项目标 古劲 就是要号召大家 要团结一致 面对有可能是 惊涛骇浪的各种的挑战 那么居然思危 同时呢 要稳定 就是这个 要战略有定力 要做到这个稳步的发展 那么当然 还要这个提出一些要求 因为毕竟呢 这些人大的代表 在参加完 这个人大会议之后 要奔赴自己的各自的工作广位 如何把大会的精神 报告的 所提出的各项的这个任务指标 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那么就需要提出一些要求 当然 我相信呢 这个 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讲话呢 那么 虽然我们不知道细节 但是这三大要素 英国应该是通过他的表述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现 当然 我们还会在这个 今天的闭幕式的举行当中 来聆听 习近平的发言 同时 特别要关注 就是李强总理的记者会 两位 好 谢谢郑先生的观察 好 下一期回来继续关注 时事要闻 稍后见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关注一下朝鲜半岛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 朝鲜昨天的清晨 在东部海域 利用潜艇 试射了两枚战略巡航导弹 并且击中了预定目标 那韩国军方表示说 也侦测到了朝鲜发射导弹 军方在加强监测和警戒的同时 也正在和美国密切合作 保持全面戒备的状态 另一方面 韩美两军今天将展开代号为 自由护盾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韩国军方就说 这次的演习是检查韩美两军的联防态势 也是增强对朝鲜的威慑力 朝中社报道参加训练的824英雄舰潜艇 在朝鲜东部景浦湾海域 发射了两枚战略巡航导弹 两枚导弹以八字形飞行轨道 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击中目标 而通过这次演练 确认了武器系统的可靠性 检验了朝鲜核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潜艇部队的水对地攻击作战态势 训练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满意训练结果 而韩美军方也侦测到了这次的试设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13号表示 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 韩军已经加强了对朝鲜的监视 并且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 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 我们看到韩美两军的联合演习 以及朝鲜发射导弹进行反制 使得半岛的局势是愈发紧张 在新闻话题 我们继续请试试评论员郑浩先生 为大家点名分析 谢谢早安 早安 早安 王峰 我们看到目前朝鲜半岛呈现出了不明朗的态势 您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各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解决 当然要保持克制了 因为我们看到半岛的局势在不断的升温 一方面今天美韩要举行自由护盾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而且他创下记录 无论是规模演习的科目 都是历势最多最高的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朝鲜 那么日前我们也听到 就是朝鲜的最高力的人金正恩 那么对朝鲜半岛局势 特别是美韩军事演习已经发出了指示 要求朝鲜人民军要做好一些准备 坚决果断应对美韩军演的军事挑衅 那么当然他的包美军与政 也是在连续几天 都是对韩国对美韩军演 发出了强硬的这种 措施非常强硬的一些声明 那么昨天又有两次的 就是水下的战略导弹的试射 那么所有的这些举动 都是为了应对美韩军演 为了应对美韩的军事挑衅 那么因此半岛的局势在不断的升温 那么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半岛的局势 未来如何来发展 如果有误判 如果有擦枪走火 那么就会可能爆发全面的冲突 当然越是危机的时候 当然各方也应该保持克制 特别是美韩 我觉得他们的不断的挑衅 朝鲜 挑衅北方 其实他们的战略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通过挑衅 来让整个的朝鲜半岛 整个的东北亚的安全局势 出现进步的紧张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就可以从中的获益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另外值得注意的 就是韩国国内的政治的形势 非常的不稳定 特别是连续几天 我们看到在首尔 在其他一些城市 大规模的有一些群众的示威游行 来反对韩国政府提出的 对这个在二年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 对这个强迫 强征韩国劳工 所做出的所谓的赔偿 非常的不满 无论是韩国的在意党 还是民间团体 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因此韩国国内内部的政治 政局的不稳定 再加上南北双方的 这样的针锋相对的 这样的一种博弈 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混乱 因为我们知道呢 通常就是在极不稳定 在混乱的时候 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这种可能性的是存在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 当务之急 应该是南北双方 特别是美韩要保持克制 不能够再用这种军事的 强硬的挑衅的这种行为 来刺激平壤 那么如果是不断的来提升 军事威胁 提升这种军事的 这种挑衅的力度的话 那么我相信北韩 或者叫朝鲜吧 应该会做出强硬的反应 当然我们希望朝鲜 办到局势能够稳定 两位 好 谢谢郑豪先生 就这个话题的点评分析 另外再来关注 美国情报部门在日前声称 俄罗斯计划利用 摩尔多瓦的抗议活动 来破坏当地社会的稳定 甚至是颠覆 持亲欧立场的县政府 莫斯科对此就进行了反驳 而在12号 摩尔多瓦首都基西纳乌 又再度爆发了近万人的游行 期间拒报 一度和警方发生冲突 超过50名示威者被捕 此前在基西纳乌就数次爆发游行 走上街头的民众 要求政府承担高额的能源账单费用 并要求政府 不要让摩尔多瓦卷入战争 当地时间3月12日 周日下午 在莫尔多瓦首都基西纳乌 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这就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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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解 工之后 没有工作 不得 决定的力量 人家 负责 负责 责 责 这就是负责 我们在这些尝尔多瓦中 我不是这些尝尔多瓦和西安装 我的嘴唇在眼睛 我從西方的摩洛西方 我會買東西 因為它們在兩次更便宜了 而我們在兩、三次更便宜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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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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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党派肖尔党协调的 目前普拉霍特纽克和肖尔党首领肖尔 都因为财务问题逃离穆尔多瓦并被通缉 俄罗兰首军在巴赫木特的争夺战依然在持续 乌克兰首军在12号摧毁了市区通往到西北线的公路基础设施和桥梁 以足隔和减缓俄雇佣兵瓦格纳集群的攻势 星期天 在巴赫木特市区的南部 瓦格纳突击群正在朝几个方向分别推进 在克沃特拉特耶区东南的一个森林种植园内 瓦格纳的集群发动了至少7次以上的攻击 乌军使手阵地 双方反复争夺 战斗进行的相当的惨烈 此外 在巴赫木特市区的南部 以及巴赫木特之康斯坦丁诺福卡的高速公路的地区的激烈战斗 也仍然在持续之中 据一些报道 瓦格纳已经在巴赫木特卡河西岸发展阵地 并开始向市中心进行推进 在市区西北部 俄军继续朝伯格丹诺福卡支撑点进行攻击 目的就是最终要切断从 恰索夫亚尔兹康斯坦丁诺福卡 以及通往巴赫木特所有的几线路 这个距离大约只有两公里的封口线 星期天的当天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巴赫木特市北线以外的第二道防线 也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 周日的当天 巴赫木特卡河最后一道桥梁 也被乌军炸毁 每天从蒂涅波罗比多罗斯克机场 有四到六架的乌军苏两期 或者是米格29战机起飞 在俄罗斯自空权的态势下 乌军艰难地支援着巴赫木特地面的作战部队 星期日的当天 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顿巴斯的阵地 共发动了92次的攻击 对乌克兰的重要军事目标 进行了12次的空袭 以及5次的远程导弹的袭击 并从顿巴斯的阵地 向接触线乌军炮阵地目标 进行了56次的炮击 周日美方的卫星也显示 俄罗斯军队控制着 库普杨斯克以东22公里的战线 俄罗斯军队也继续在 扎波罗热州以北区域 扩大了防御攻势和囤积 优势的兵力和装备等 富豪卫视卢宇光 我们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一则消息 在持续的战争之下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就表示 说乌克兰军方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 就是弹药短缺 但是乌军会继续坚守巴赫木特 强调如果俄军成功占领了巴赫木特 那么其他城镇也都可能会遭受相同的命运 库列巴也说不期待西方盟友 在短时间之内会提供战斗机 但是乌军飞行员 无论如何都应该接受相关的培训 那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就指责乌军袭击了顿列茨克地区 其中有两枚导弹 击中了一间汽车运输公司 导致一名八岁的男童和他的父亲丧生 另外有两人手上 一年前的2月24号 俄军炮弹从天而降时 在乌克兰的华人们都在做些什么 而这场战争又对在乌华人华侨们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来看记者从乌克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去年爆发的战争 对于在乌克兰的华人华侨们 也是极大的震动 如今战争进入第二年 我们也在基辅和奥德萨 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听他们讲述了这一年来的种种经历 根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战争爆发前 在乌克兰生活的华人有不到一万人 很大一部分都在首都基辅 和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 在2022年2月24日这一天 在奥德萨开中餐馆的刘华松 在深夜被炮声惊醒 第一声炮弹好像是打到奥德萨 是四点半左右嘛 我还在睡觉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基本上都能听到那种零星的枪声 我一开始我是估计这个战争是会打的 但我估计它就会在东部打 没想到它是各大城市都发了导弹 将乌克兰生产的冰淇淋 销往中国的商人薛景元 在过去的15年里曾在乌克兰留学 毕业后一直从事中乌双边贸易 在去年俄军进入乌克兰后 有一名中国同胞受枪伤 又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失联的地点就在薛景元合作的 乌克兰B经理工厂所在地 日托米尔附近 当时在中国的薛景元 立刻联络了乌克兰的合作伙伴 在乌克兰当地人的全力配合下 终于将受伤的中国同胞 平安救出险境 当时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不光是军事设施 还有很多的商业设施 甚至公共设施 甚至学校都遭到轰炸 比如说在救援的伙伴里面 有一位我的乌克兰朋友 那么他的孩子所就读的 这个日托米尔第25小 就在3月4号的时候 就遭到了空袭 那么也有5名乌克兰人遇难 那么所以实际上去接他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 后来我的乌克兰伙伴 组织了一个5人的一个小组 救援小组 那么由总经理亲自来负责 然后去开始这个救援的行动 中国同胞的家属 其实是非常着急的 然后非常 因为与丈夫已经失联很多天了 所以基本就靠我们在这里去对接这件事情 然后实际在乌克兰操作 全部都是乌克兰的伙伴 然后来去进行 然后这里面从 无论是从医院手术救治 然后到去接他 然后到路上所有的医药费 住院费 手术费 然后路费 无论是医院 还是我的乌克兰朋友 都是分文位取 根据奥德萨华上张秉林介绍 在战争爆发初期 也是乌克兰外交部 协同乌方其他部委 全力协调配合中国撤侨 用最快的速度 将在乌克兰的留学生和华人们 安全撤离 凤凰卫视孙谦 乌克兰基辅奥德萨报道 下一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稍后见 来看更多消息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 目前载轨稳定运行 神州15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计划在今年的6月份返回地面 根据任务安排 今年将会组织发射 天州6号货云飞船 和神州16号 神州17号载人飞船 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转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之后的 首批飞行任务 目前天州6号货云飞船 已经完成了出场工作 运往文昌航天发射场 计划5月份实施发射 而执行两次载人飞行的航天员乘组 已经选定正在开展任务训练 此外 在实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任务的同时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也正在全力推进 目前已经完成了关键技术公关 和方案深化论证 今年将会全面开展 登月阶段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在台湾不只是鸡蛋 连猪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毛猪拍卖价每公斤交易价格突破了90元台币 猪价飙升 未来台湾民众想要吃猪排 也得再多掏点钱了 卤肉饭店业者指成本增加 利润很少 表示生意很难做 而猪肉摊贩就说 猪价从去年开始就一直飙涨 没有停过 根据农委会的资料 毛猪拍卖价每公斤交易价格 已经突破了90元台币 创下历史新高 并且超出了农委会85元的监控价 有养猪业者就指出 猪汁的饲料价格高涨 猪价要每公斤100元才有盈利 现在只是咬牙苦撑 如果政府再打压价格 到时候便不养猪了 好 下一节回来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美国硅谷银行 因为资不抵债 被勒令关闭 引发金融恐慌 有报道指 接管美国硅谷银行的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将会启动 对硅谷银行的拍卖程序 而美国财长耶伦就表明 联邦政府不会出资拯救 硅谷银行 但是会致力于寻求 舒缓其存户的忧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表示 正在密切地关注 硅谷银行倒闭的事态发展 对于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 但是有信心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正在采取适当措施 来应对有关情况 另外 英国首相苏纳克 也表示 当局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减低硅谷银行 对其英国子公司倒闭 和其他产业造成的潜在打击 硅谷银行被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接管后 虽然存款25万美元 或以下的售保存户 可以在13号取回全部存款 但银行绝大部分存户的存款额 超过了售保范围 许多小型体验 面临无法支付员工工资的风险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2号表示 监管机构整个周末 都在为解决硅谷银行倒闭案而努力 最重要的是保护存户 而非救助投资者 因此联邦政府不会出资 拯救硅谷银行 Let me be clear that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re were investors and owners of systemic large banks that were bailed out and we're certainly not looking and the reform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mean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gain bu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depositors and are focused on trying to meet their needs 他又说这次情况有别于2008年金融海啸 美国银行系统资金充裕 相信硅谷银行倒闭 不会在银行业引发股牌效应 美联储13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 美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正在考虑创建一支基金 一旦更多银行部硅谷银行后程 将能够为储户提供更多的保障 遏止恐慌 这次危机可能蔓延到海外 硅谷银行英国子公司可能宣布破产 英国财政大臣亨特表示 硅谷银行破产令英国科技和生物科学行业 面临严重风险 但不会危及英国金融体系 他已与首相英国央行行长等开会 讨论如何将对企业影响减到最低 协助银行客户满足短期现金流需求 据报当地已有银行提出收购 硅谷银行的英国子公司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事件引发连锁效应 路透社统计最少有16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 与硅谷银行有来往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表示 硅谷银行在香港并没有经营 而硅谷银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合资的中国浦发硅谷银行 则表示 公司是有独立经营的资产负债表 美国硅谷银行突然关闭 引发市场担心会出现蝴蝶效应 与他们有往来的企业会受到影响 路透社统计显示最少有16家在香港股市上市的企业 与硅谷银行有业务往来 当中有7家上市公司披露在硅谷银行有存款 大部分是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股 但他们都表示 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占公司的总存款比例很小 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内地房地产企业SOHO中国创办人潘石屹 也含有在微博发文 指从来没有在硅谷银行开户存款 香港本地媒体则引述业界消息指 香港金融管理局高度关注硅谷银行危机 并已经迅速向香港的主要银行 初步了解相关的敞口 估计涉及的直接敞口不多 而金管局在回复查询时 指硅谷银行在香港并没有经营银行业务 只设有本地代表办事处 由于硅谷银行并非认可机构 不能够在香港经营银行或接受存款业务 至于由美国硅谷银行与上海普发银行合资的 普发硅谷银行 在刚过去的周六紧急发文 表示银行具独立经营的资产负债表 为稳健经营 内地媒体引述业内人士指 部分中国初创公司的美元资产存放在硅谷银行 主要用于美国办公室人员的工资发放 有初创企业因此损失超过1亿元人民币 台湾媒体则报道 当地金管会经过核查后 认为硅谷银行对当地银行业及证券业 并无构成任何直接风险 涉及有关硅谷银行直接风险的保险业与基金很少 金额分别约为1.5亿及3.18亿台币 相信影响有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受到硅谷银行暴雷 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释放出的鹰派的信号拖累 美国股市在上周显著下跌 而展望本周投资者继续关注硅谷银行危机事件的发酵 以及美国的通账数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出席国会听证时释出鹰派信号 表明可能会加快加息速度 并指利率见顶水平可能比预期高 让市场担心经济衰退风险增加 而硅谷银行暴雷事件 更拖累金融股下跌 影响上周美股表现 总结上个星期 道琼斯工业指数连续四天下跌 全周跌幅为4.43% 标普500指数更失守4000点整数关口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跌幅最大 全周下跌4.7% 本周将有多项经济数据发布 当中市场比较关注的 包括周二公布的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生产者物价指数则在周三发布 2月零售销售也在同一天出炉 周四则会有一系列房屋相关数据发布 而3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 和2月资商会领先指数 则会在周五出炉 另外硅谷银行上周五倒闭 引发连锁效应 并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焦点 如果硅谷银行未能得到救助 预料对金融市场带来更大波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股市在上周出现了四连跌 更是创出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港股只在上周一微升 周二横止便因为中资电讯股和科技股的回落 揭开了四连跌的序幕 随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释放鹰派讯号 加上市场关注内地经济前景 拖累横止在周三跌了将近500点 周四失守了2万点的关口 到周五跌幅更是扩大到超过600点 总结上周 横止下跌了1247点 全周累跌了6.06% 创去年10月28号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展望本周 投资者将关注中国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中外记者会上对经济的表态 而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事件 也可能会影响美联储的加息速度 下一节还有更多时事要闻 稍后见 我们下期视频